奥地利萨尔茨堡市中央火车站昨天发生客运火车相撞事故 造成至少54人受伤 当天媒体报道事故发生的时候 吊车机动车将一列列车车厢挂到另一列列车车厢时发生相撞事故 媒体推测可能是由于车速太快导致的 据了解当时列车上一共有约240名乘客 大多数乘客都是处于睡眠状态 列车上的物体跌落造成部分乘客受轻伤 事故发生之后 数十名红市社会的救援人员赶往现场展开相关的救援